好了 跟我們一起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有掉眼淚的話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這真的非常感動 剛剛在旁邊跟著三位教練一起看 完完全全可以感受他們當下的那種帶球員的心情 那當然我相信三位今天在這邊看 一定也有不一樣的感觸 所以也要請三位來聊一聊 我先請問一下講完教練好了 您看完我們的最終集有什麼樣的感覺 當然除了感動之外 我覺得是非常正向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從第一級到第五級到目前最後的第六級 雖然在比賽的成績上面它的確不圓滿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教練團給球員在這個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多的正向的一個印證 然後我相信這樣子的不圓滿 會讓他們到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更加圓滿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歷練的機會 印象最深刻應該是福利社的阿嬤 不是阿姨啦阿姨 我那個時候當學人她是阿姨 阿姨喔 是姊姊啦 姊姊喔 現在沒有阿姨 已經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我們還在那邊買 我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厲害 好那再來請問一下是博婷好了 博婷來談一下 其實你在裡面的訪問其實也蠻多的 那來談一下就是 有沒有哪個片段看完第六級之後 深深的打到你的心裡面去 其實就是最後算只有一下下就是我們大家一起 我們在其實在比四強前我們就去旁邊的那個便衣商店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去寄杯 然後那時候教練就說 我們到時候打完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都要去那邊就是把那杯領來 然後一起喝掉它這樣子 然後就是最後就大家就有 就是我們之前就是我從我來的時候 現在沒有做過一件事情 但是當下我會覺得說 其實到影片中我跟妳講說大家其實還是 雖然我們打擊什麼 但是大家還是覺得有完成一件事情 對 那雖然我們是把它做到最完美 但是我們盡力了 然後大家再一起把那杯飲料喝掉 我覺得那就是跟以往都不一樣的感覺 以前就是之前可能會覺得 比完賽之後會只有一想那個結果 例如說我們只打第二 或是我們打冠軍我們打第三 對 然後這一次 由於有這個動作我會覺得說 好像這件事情我們已經把它完成了 對 然後就有一種 比較有一種放下或放鬆的感覺 同心協力一起去完成這個過程那種感覺 就非常踏實 那再來就是學心教練了 對 這個我們雖然短短看這二三十分鐘 但是這六集其實就是這一整年的東西 有沒有覺得 哇這一整年的現在全部都啪啪啪打回來 覺得這時間過好快 對啊感覺就濃縮在這六集 因為其實我記性不是很好 所以每次我看這紀錄片 都會想到有一些片段 像我說過這些話 或跟球員做一些互動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紀錄 真的是紀錄我們人生中的每一段小故事 對 那感觸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深的片段 或者說有沒有剛剛哪一個就讓你忽然覺得說 我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就紀錄片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就是還是在傳承吧 跟怎麼去引導小朋友的價值觀 然後因為學生嘛總之在學習嘛 他們現在是手心向上跟我們學習 那現在因為我們 以前現在當教練 當老師了 所以我們有能力 我們有可能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經驗 我們就應該手心向下 施餘他什麼東西以後 讓他有能力以後可以幫助別人 我覺得整個大方向會是 會是我有這樣的想法 是 好 聽完三位教練的分享之後呢 那當然大家現在還在那種這個 感動 有感觸的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就是應我們導演的要求 因為這一次那年南山的製作團隊 其實我們剛在影片當中 其實有看到蠻多人的 對 那整個團隊就是 不管是到北中南各區 然後來幫我們拍什麼之類的 其實都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用不同的角度 然後不同的地點去拍 所以我們的導演 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插曲 那這個小插曲是在我們製作團隊當中 有一位好夥伴 他在剪輯 就是這些六集當中的一個過程 有一個小插曲 我們先透過影片來看一下 跟柏仁講個話 跟柏仁講個話 跟柏仁講話 好啊 太刪情了 太刪情了吧 為什麼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跟柏仁講話 就剪完了 就 就結束了 幹你不剪完 這個案子怎麼結束了 幹 似乎的 不要拍 好 我們鏡頭直接tag到阿哲啦 那當然阿哲請你 你是我們這次的主剪集 對不對 然後就是主要負責的 然後也是執行製作 所以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要請阿哲來談一下 剛剛你好像是在剪那個 最後我們剛剛看到 第六集後面的highlight的時候 十分鐘精華的時候 真的被感觸到了 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真的滿難得的 的確是我能懂 我能懂這種心情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 那個當下就是 我們拍了將近一年嘛 那將近一年的過程 那 比賽比完了 那第一集 第二集第三集 那一直到 那個當下就是覺得說 最後一集 那其實正片也剪完了 然後那我們導演其實是 一直強力要求說想要一個彩蛋 對 那就是當作最後的最後 那 所以 當下在那個感覺就是 剛好剛大家有看到嗎 柏恩講的那一段話裡面 他有去提到就是說 問我 反問我們說 這是 最後一次了嗎 因為 其實那個當下那個時候是 我們最後一次跟這些弟弟他們 去做訪問嘛 那 聽到其實 看到柏恩在 這樣的反 反問我們的當下 同時也是真的 我們在做 最後一次的 最後一個段落的剪輯的時候 其實 真的就會 很多 在過去這 一年的事情 其實 就像 就是會 慢慢浮現 慢慢的去想到 那 其實就 看了 過去這一年 因為過去這一年 這些弟弟他們的成長 那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製作團隊其實 我們也是不停的在學習 然後犯錯跟成長 就像這些球員一樣 所以 那個當下就聽到柏恩的那句訪問 就自己也 也就跟著就 就 流下眼淚 對 阿澤講的真的滿好的 我能夠 懂那種感覺 就是 我相信教練們應該都經過 從學生高一高二高三 然後畢業 可能會比較習慣一點點 但是我們其他人可能 比較沒有那種環境去體驗 那阿澤也可能就是被你們的那種 情感給感動到的 那我相信 現在看直播的 許多觀眾朋友 可能也會覺得就是很感動 剛剛講爸爸媽媽說要帶誰進場 我覺得那段也是 會打動人心的 就是講到你的家庭 你的家人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小彩蛋 謝謝阿澤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問一下 就是 今天在直播之前 我們在網路上面 有收集了一些球迷朋友 觀眾朋友 他們想問教練的問題 那就麻煩請教練簡單的來回答幾題就好 首先 來問一下是許志欽教練 就是有人說 教練的帶兵風格非常理性 那你心目中有沒有最崇拜 或者是最尊敬的前輩 是不是用他的模擺下去學習帶對的 我覺得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 郭惠老師嘛 美坤教練嘛 假教練嘛 就是在 其實說在高中這個階段 我 影響我最深的 我覺得還是就是那種 教練的角色影響我最深 所以其實我現在在 回想到以前的那種狀況的時候 你都會想到高中的那一段 就是大家有那種 革命情感啊 跟教練的互動的時候 所以 你就會一直想到 我看到這些教練身上學到的 我能不能再把它發揚光大 那後來因為職業隊跟 退休之前也接觸到很多不同風格的教練 那其實我講這個 後來我高中畢業以後 也沒有打得很好 我說真的 那只是說你會看很多教練 在帶兵的風格上 球員的回饋是會是什麼 所以我就後來當第一年當教練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應該是要帶什麼風格的教練 讓球員能幸福 因為有很權威的 有很很很很現實的 你要打得好你要聽我的 你才可以上場 或者就是很多的層面 或是說心靈上的一些 悸動或互動 那我們就會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我就說高中的教練 還是影響我最深 然後跟我後面帶了很多球隊的教練 也有影響 可能我們再過十年 又拍一個那年南山 然後就有那個教練 講許之興教練也是這樣子 我高中的教練影響我很深 好 下一題 這一點就是 講完教練剛在前面所講到的 就是說 八強賽後面兩場要進四強的時候 關起門來 差那百分之二十 我們現在這邊直播 就跟大家直接review好不好 就是沒有拍攝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你對選手們 球員們說了什麼 然後那個時候 球隊有什麼樣的影響跟改變 我剛剛還有問那個 對 摩天開始 因為我想說我有點記不太 摩天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下 那個時候你記得的狀況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球隊中 就是輸了 大家就有點泄氣 並且就是有點就是低氣 但是教練就是希望就是不要 他主要是想表達就是不要輸的 都沒有骨氣 就是就是要不能這樣子輸 就我們不能就這樣子輸給泰山這樣子 就是類似一些這樣子的那種激勵的話 但是又另外一種方式跟球員講 哪那種方式 哪種方式 比較真性情的方式 對 有沒有像recall一點 想想起來一點 是有點畫面 不過那時候我就是因為 小朋友就是對我們下執行的那個指令 其實滿抗拒的嘛 那其實我就一直在回想 就是在中間打完打完幾場有休一天嘛 我就一直在回想說 是不是跟他們的互動會有影響到他們嘛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教練其實就是 在演那種監督者的角色啊 就像後面為什麼說 我們會說做完一件事情大家要乾杯啊 就共同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在想說 是不是我應該要改變一下氛圍跟那個角色 應該是一個陪伴者 然後而不是說 他做好應該 就是他原本做好的東西 你不給他鼓勵 而是要求他做的那件事 他不做好以後 你給他可能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在比賽上 也承受自己跟其他人 或者說比賽輸贏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反而是做這樣的調整 就是反過來退居到旁邊 用陪伴的方式去跟他們一起成長 然後讓他們可以有一點空間 卸下自己的心防去聽進去 我們想要給他傳達的訊息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且那時候我們輸的並不是太好看 那我是跟他講說 我們可以輸球 就像剛才柏林講的說 我們輸球 但是要輸的有骨氣 那如果你是輸成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才叫失敗 那你願意或者說看到我們一年 整個呈現下來以後 呈現出來的成果是當一個失敗者 那我覺得那個才是失敗 就大概就是一些親情喊話 就是讓他們卸下心防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們雙方其實都拿武器在對立 有一點接觸不到 有一點心靈沒有接觸到 所以我當下是有做這樣的一個調整 對 OK 好 這希望有解答到這個好奇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還是很好奇呢 打電話到麥可貝 我們想辦法幫你跟徐欣教練 要Line怎麼私訊一下 好 那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剛剛的紀錄片裡面看到 球隊狀況好的時候很好 壞的時候很壞 落差其實蠻大的 在這個時候 教練是怎麼樣去做調試 然後你當然也會失落 你怎麼樣把自己帶起來 振作起來 然後再去幫助球員 會因為在有跟拍的情況之下 跟之前不一樣嗎 我覺得我先回答說 我怎麼調整情趣 我的調整的心情低落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就是蠻單純的 就是說趕快想辦法解決 那這樣其實我心裡的焦慮 會可能就不會那麼大 所以我遇到什麼問題 我會可能在一個角落 或是說一個咖啡廳 或是說在一個空間裡面 很安靜的去思考 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反而變成主動出擊 變成一個實際上的一個作為 那你就會跳脫那個情緒 對 然後我覺得有跟拍的話 講在這裡會有一點壓力 因為你會在鏡頭上面 你不允許自己有失誤跟差錯 所以其實後來有希望 就是那後面不要拍 就是希望給大家喘口氣 因為畢竟有鏡頭在拍 我們會Push自己 要呈現最好的那一面 所以會有一點點那種 想要把自己呈現到最好的那種動力 應該不是算是壓力的 感覺像外面就是有那個 就是所以後面 我覺得有查在這個地方 OK 那再來這個問題呢 是要問一下賈凡教練 就是說過去這十年中 還是歷史上十年嘛 過去這十年當中 你能不能夠就你印象當中 列出南三的Top 5 這有點難 有啦 剛才有先做一下 有先做的reversal 有跟石青也討論一下 大概就是這幾年 我們在HP有一直重複到的名字 一號位應該陳宥偉 二號應該家康 其實關達又爺 跟家康算是兩名都是雙能位 那三號位應該張正牙 那四號位應該就是 當初幫石青教練拿過第一個冠軍的 就是四號位楊心智 五號位就彭彭 陳冠全 對 現在這幾位在SBO的發展 也相當不錯 是 對 所以這是兩位教練 所討論出來的名單 沒有啦 還有很多很棒的 對 其實因為南三就是傳統強項 這出來好球員太多了 我剛才其實有蹦出一個孫永成 孫永成 對 永成其實在當年 就是那一年 諾羅病毒的受害者 不然其實那一年我相信 其實他們非常有機會奪冠 沒錯 所以這是僅供參考 對 因為好球員真的太多了 那最後插花來問一個 有球迷問 許教練 為什麼你現在粉紅色的襯衫 沒有再穿呢 粉紅色 因為你之前蠻常穿粉紅色襯衫 為什麼現在不穿呢 就是我穿粉紅色襯衫 或是紅色就是需要有點帶幸運 有點信仰那種感覺 然後像我太太很像說就是 不要太綜藝 不要太綜藝 不要太綜藝嗎 很像不是 就是 太挖俏了是不是 對 太挖俏了 對不對 所以後來紅色我都穿在內褲上 還是想帶點喜趣 帶點運氣來 對 總是有個信仰 這也不錯 這也不錯 好 那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今天的直播 也快要告一段落了 那請三位的教練呢 做六集 這六個禮拜下來的最後總結 好不好 不管你想對自己說 想對其他教練說 或想對球員說的 做簡單的一個結語 那我們先請柏廷先開始 來想想看 你有什麼結語跟大家說 就是其實這個紀錄片 是拍我們就是南山的 就是這一年的一個過程 其實這個事情是 就是發生在每個球隊 都會發生的事情 對啊 所以其實不只是我們 遇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很多球隊也是這樣 然後很多教練也非常辛苦 那更不用說球員 其實球員他也是 就像我剛剛看最後一集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自己背負的一個 使命感 有一些不得不做到的一個理由 對啊 那我覺得就是 他們在這個年紀就要承受 就是如果高中他就要 背負這些東西 讓自己成功壓力 然後每天訓練還有科業 其實真的大家都非常辛苦 那也是就是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我也真的覺得很棒 然後讓自己以後 有個回憶這樣子 雖然這個事情是 一直都 每年都一直在重複 一直在發生 但是就是有人紀錄下來 然後可以讓自己 有一個算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一個自己的人生的 對 其實對於很多球員來講 我們就說就是高一高高三 但是他們也只有一次的高一 只有一次的高 只有一次的畢業 只有一次的高三 最後的HBL 最後一次的小巨蛋 好 再來請假班教練 首先當然感謝麥卡貝 我覺得因為我也是籃球的從業人員 就是所謂的籃球人 那能夠藉由這一次的這個影集 這樣子的一個紀錄片 那麥卡貝的團隊非常非常用心 我在去轉播球賽 每一次都遇到MARS跟你們幾位同仁 就是看到你們在旁邊 非常非常就是專業跟專注的去做到側拍 那能夠讓這些畫面 在這個影集當中傳達出去 讓我周邊的朋友也講 就是說沒有去經歷過HBL的這樣子的 不管是粉絲或者是球員 或者是像我姐姐的小孩 他們也在追這樣子的一個影集 因為他們還沒有經歷過 他們想要去了解 然後了解之後他們了解說 哇 這是有多麼的辛苦 有多麼大的壓力 然後但是最後這個感覺是很棒的 那再來當然就是非常感謝藍珊的校方 包括剛才我們畫面裡面的王岐光董事長 包括一路在球隊裡面支持 球隊的領隊王世元領隊 那最後當然就是兩位教練 兩位教練你可以看得到過程當中 所承擔的壓力 但是他自己內心要轉化 然後他怎麼樣在這個過程當中 接受不管是外界媒體或者是校方 給予的壓力 那在這個壓力點他自己要承受 然後轉化成非常理性 或者是轉化成一些訓練的技巧 給予球員 那最終讓帶領的球員完成 這麼重大的這樣子的責任 那剛剛我們前面也講了 雖然這個結果不是那麼圓滿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到過程當中 都是非常正向的教育 那也非常就是說 能夠在這個團隊裡面相信 這些球員未來都會有更好的發展 我相信因為這次的拍片 108學年度的那年男生 一定會被永遠記得 那所以最後 我們請許哲心教練 幫我們做一個分享 六集下來之後 最後的一個解釋 總結嘛 對 總結 總結 因為今天是完結片 不會沉重 不會沉重 其實就像假教練講的 就是說 感覺我們一整天這樣拍下來 很像都在做平凡的事情 你這樣被紀錄下來 你才知道 原來讓很多一般的人 沒有體驗像這樣的一個 生長背景跟過程的人 去看到說 不一樣的生學過程跟人生的體驗 那我覺得 他會讓他們更能知道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也是很用心在從事教育這一份工作 那很多平凡的事情 那你現在一路六集這樣剪下來 你就覺得 其實我們從以前高中 不管是假教練 黃建恩跟郭輝老師 都灌輸我們一個觀點就是說 平凡的事情 那你要用不平凡的態度去創造 他就會有不平凡的價值出來 那我覺得這六集的 這樣子剪下來就是 你看到他的那一個價值 是會感動 甚至撼動 甚至影響 可能這16個我們高中的球員 或許他的人生還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這個故事會讓他 刻骨鳴心幾輩子 對 學金教練的總結真的是非常棒 我們來給他拍拍手好不好 那當然呢 講到這個就是 或許啦 這個觀眾朋友呢 你今天才看了第一次 看到第六集 但如果你很想要去看的話 我們現在在麥卡貝的 YouTube頻道上面呢 一到六集隨選隨看 就是如果你要從第一集 第二集這樣慢慢來品味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的麥卡貝 YouTube頻道上面來收看 那當然呢我們希望透過鏡頭 透過用不同的角度 讓大家去感受到 球員們在球場上的努力跟汗水 就是我們一直 麥卡貝頻道一直想要在做的事情 也希望台灣的運動呢 可以在多方的支持之下 然後可以讓不管是高中籃球 或者說其他領域的運動 可以再更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的教練來到現場 我們也希望下一次有更多更精彩的內容 要跟大家來分享 下次再見了 拜拜